手脚发凉用中医的话来说是阳气不足的表现,也就是阳虚,中医认为,阳气是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,具有温序、温氧等作用。 当阳气不足时,由于温序作用失调,血液运行不畅,达不到四肢末伤,宫血不足,就会出现手脚发凉。 所以,平素继续相对不足的女性,在怀孕期间可能会出现手脚发凉的情况。 此外,在怀孕期间,孕妈咪体内的血液分布也会有所改变,特别是初期,血液未达到公养宝宝的需要,会集中在子宫,这样会造成孕妈咪四肢血液相对功底不足,从而出现手脚发凉。 那么,孕期该如何应对手脚发凉? 如果仅仅是怀孕初期短暂,由手脚发凉的现象,可以置之不理。 但若是手脚发凉的状况持续时间较长,就应尽早改善。 既然手脚冰凉是凉气不足导致的,那该如何从衣食住行调凉气?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妇科主任李云波教授表示,在调理阳气方面,无论从衣、食、住、行哪个角度,中医都有妙招。 本期专家,李云波,主任、教授、医学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现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妇科,任妇科教研是主任。 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不孕不孕,卵潮早衰,多难晚潮综合征,假状下功能异常患者为孕期诊疗,月经紊乱,没决定期综合征,经前期紧张综合征,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,卸照流产导胎,子宫内膜移味症,阴道炎,宫颈急患,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疾病,及生肢内分泌相关内科疾病。 一、注意保暖,适时增加衣物,早晚有些凉,出门时可以戴上一件外衣,以抵御早晚气温偏凉的状况,特别要注意气温骤然下降,有些月妈咪流于脚肘,袜子穿起来可能会有些发紧,您更换弹性好的袜子,以免影响脚踝部位血液循环,加重脚部发凉。 而生,当月妈咪贫血或营养不良时,更容易造成手脚发凉。 而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案就是饮食调理,适当多吃一些有不屑功效及温性的食物。 科疾倒不是效果的食物,如肝脏,肉类特别是红肉,如牛、羊、狗肉等,红枣、葡萄、樱桃、枸杞、红线菜、胡萝卜、苹果、沙尔、牛奶等。 温热护羊的食物也有很多,孕妈咪可是当多吃一些。 熟肩果如核桃、栗子、胡桃等、桂圆、红枣、沙尔、木耳等。 相对的,寒凉的食物则不吃或尽量少吃,熟西瓜、海鲜等。 此外,有些中药对改善手脚发凉的效果不错,熟单身、打龟、额脚等。 孕妈咪在应用前可咨询小关中医医生,在其指导下正确服用。 测别说明,过有不及,孕妈咪的善食也是一样。 不能单纯,为了补血而只渗入有补血功效的食物。 均衡的饮食是促进造血的重要条件。 如果为了达到某一目的,而过于强调某种单一食物的渗入,反而会造成营养不良。 Tips红枣龙眼饮,红枣龙眼饰量,加水泡煮一克钟左右,即可饮用。 特别适合凭血导致手脚发凉的孕妈咪。 住,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入睡时间尽量在晚上10点、11点之前。 你们晚上11点到午夜一点,是人体阴阳交接的时候,过了午夜一点入睡,会耗损机体的阳气。 其次为促进血液循环,休息时尽量抬高双腿,晚上睡觉时和她小腿下面垫一个枕头。 行,多晒太阳,阳光是绝好的阳气来源。 太阳的温室作用也是最强的。 孕妈咪可在上午9、10点的时候,晒上15到20分钟。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,隔着玻璃晒太阳是不行的油,散步,适度的运动不仅有利于生产,也可起到痒痒的效果。 而对于孕妈咪而言,散步是不错的运动方式。 泡脚 孕妈咪泡脚时,温度一定不能过高,以40到42度为宜。 泡脚水可用加葱,姜,米酒的煮开水,水量不能太少,以没过小腿的三分之一为一。 在水温凉凉的过程中,可用水的热气熏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